把這個把它remove掉 所以就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add 第二個是remove 那同樣的方式的話倒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下面那個按鈕點兩下之後的話 也可以先判斷 那因為我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要從 這邊要轉過來 所以要判斷這個地方是否為NO 如果是NO的話呢 那就不要 如果是NO就不要執行 如果不是NO的話呢 那變成laps那邊要怎麼樣 要增加一個項目 等於倒過來 變這個地方 要在這邊新增一個項目 所以這邊要新增一個項目 然後把這個項目怎麼樣 把它remove掉 所以城市我想這個是邏輯上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就說當我怎麼樣呢 要把這邊全部搬過來的話 那你要知道這裡面有幾個項目 全部搬過來 搬過來之後把這裡面全部怎麼樣 把它清除掉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邏輯變成說 我要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for each的方式呢 把裡面呢全部都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全部都檢查一下 裡面有幾個項目 你全部的項目通通把它放過來 放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做清除的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那程式主要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可以用for each 那這個部分跟前面的程式很類似 就是說我在這個items裡面 因為我是從左邊要移到右邊 所以我要先檢查什麼 左邊裡面到底有幾個項目 比如說這邊有有兩個項目 那我要全部移過來的話呢 我就要檢查 裡面有幾個項目 所以呢第一個項目 然後先放在items這個物件裡面 再放一下 然後呢再add什麼呢 add在這邊 所以這個先搬過來 搬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回去 再跑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再搬過來 搬完之後的話呢 那最後呢 再把這裡面怎麼樣呢 清空 那清空其實呢 只要一個方法就好了 叫clear 就把它怎麼樣呢 裡面的東西清掉了 ok 那同樣的方式的話呢 從 右邊要放到左邊 那等於顛倒過來 所以這部分邏輯也是一樣的 那這個主要是瞭解那個 listbox的一個運用模式 那我想這部分呢 其實在網路上也用的蠻多的 如何去做一個listbox的佈局 ok 那這裡的話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一下這個程式部分 那程式是在這個5-41頁的地方 5-41頁的地方